OK,那麼現在呢,我們一樣來做個可樂車廂測試 來看一下這台車它的整個車廂表現到底怎麼樣 你好,我要一瓶可樂 我要一瓶可樂 那你們有莎士嗎? OK 幫我放裡面就好了,謝謝 謝謝,掰掰 大家可以看一下,莎士在裡面其實是有空間可以這樣直立放的 然後呢,它後面這邊是因為它車尾造型的關係,有做個傾斜 那麼,它在整個放置物品上面來講呢,深度應該是足夠 但是長度上來講,就會受到限制 不過呢,以這個置物空間來講,我覺得應該是相當的夠用了 另外呢,它在這邊有做一個感應燈 非常貼心 你把手蓋在這邊,它過一下就會滅掉了 有沒有,滅掉了 好,打開 它這個感應燈,相當的貼心 但是我覺得這個燈啊,可以再亮一點點 多配幾個 好,那這就是這台車大概的一個 外觀上的介紹 這個手蓋在一起的地方 我們錯了 感谢观看